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说 那个卓璇和王冕能不能 站一下我们 没别的意思就看一下好吗 两个人就隔着这个隔着这个袋子 啊隔着这个袋子 不要凑太近王冕不要凑太近 啊 哦 哦 客户你怎么在客户 你这 越来越不专业了 客户都掉臂 来 我给你讲 我给你讲 你别往下起 你就看上去 哎呀 确实是更高的一点 好 那我们今天也来有请 没有吉他的王冕 看他会不会有多惯事 那么好笑 欢迎王冕 王冕加油 对 老师 生下麦 沈泽泉的麦站得不够高 大家好 我是王绵 今天确实 那杯吉他就不唱 本来是想唱下来着 但是一看阵容不行 有张雨琪在 我唱歌肯定不是最好笑的 浪姐你们看了吗 我看那个节目 主要就是跟他学习喜剧技巧 雨琪姐 公鸭嗓加跑调 越认真越好笑 都说唱歌好听的人 是被上帝亲吻过的嗓子 你听他唱歌就感觉 咋了姐 李旦夕你嗓子了 你很难想象 长得像花一样 能发出那样的声音 前两天又上热搜了 唱了一首大花叫 这大花叫的那个惨啊 就这样的作品 我不能独享 我必须众乐乐一下 老师 太阳出来我看山河 她们唱着我想唱歌 我先交给我妹妹 妹妹堵上了耳朵 接下来啊 今天同样到赏呢 还有张雨琪的弟弟 张延祁 我就一直有个问题很困扰 就为啥这些偶像团体啊 她们每次出场 必须加上团免跟首饰 我俩第一次见面我都懵了 我说你好 我是王免 她说你好 我是瑞斯张延祁 我说大哥 你不羞耻吗 你都22了 在我印象里啊 上一次出场 有种标志性的动作团体 还是美少女战士 就感觉与其姐看到 你都想当张雨爪剪掉呢 就幸好我们公司 没有这个文化 如果我们公司有这个文化 我早辞职了 真的太傻了 大家好 我是效果文化 王免 我俩啊 前不久录了一个综艺 你们看到吗 对 哈哈哈哈 说实话 那个节目很好看 但是确实啊 就是热搜不太多 我就一直在想 你说这个问题出在哪 明明啊 是吧 一帮老爷们 一个比一个火 为啥没热搜呢 直到前两天 看到延祁自己的热搜 我才发现啊 这个问题就出在 只有一帮老爷们上 接下来咱们就好好聊一聊 这个张延祁 还没有公布的地下的 好朋友 江云生 好不好 江云生啊 都是男生 大家就坦诚一点 渣男 前不久啊 在微博上 发了个微博 介绍自己 说自己是占星家 塔罗家 预言家 艺术家 巴拉巴拉 啥都会 就你他看似吧 他好像啥都研究 你们仔细想一想 其实就是研究 女生喜欢啥 出去自我介绍 你好 我是江云生 我是个占星家 塔罗家 预言家 艺术家 微信家一家 我想有个家 一丽静老师 一丽静老师 我看过他采访 问题就是非常犀利 是吧 风格很犀利 他所有问的问题吧 你就感觉 目的就是揭穿对方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你不是在自我安慰吗 说白了 甚至他现在想问我什么 我心里一行二出 王勉 你觉得自己搞笑吗 你抱着急的多问 你不心虚吗 脱口秀是不是眼里那样 我不知道 你觉得是你这样吗 好了老师 别问了 别问了 最后啊 陈卓璇 为啥把他留在最后 因为我真的 根本就不用吐槽他 我最近发现啊 就这些偶像团体 你想毁掉他们 真的非常简单 你根本不用说他们 什么没有作品 能力差 一句话就能毁掉他 陈卓璇 我俩谈恋爱了 我公开了 我太好了 我太好了 这就好 这就好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丑不要脸 丑不要脸 我现在就发一波 慌不慌 我今天把他捶得死死的 好了好了 不信 不信你们想一想 为啥 他们团前三名 我们都没请 请来了第四名 有人呗 目标目标 为啥 站的不够高 是吧 就和我呢 我们家璇啊 大家都知道啊 特别喜欢商务 你说他得多爱我 今天把商务都给我 CAP直播客 在家就能跟教练上的直播客 全新的运动模式 CAP直播客 燃脂更快乐 怎么样 快乐吗 陈卓璇啊 你不要站得高吗 我帮你 我让你高 我最讨厌高的人了 我也不拉票了 好不好 今天大家怎么投的无所谓 好吧 反正毕竟 我俩都是一家人 好 谢谢大家王宁 谢谢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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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外卖投票 三 二 一 请索妙 两位各自为自己的队伍赢得了多少吐槽热力值 来 第一个上场压力是蛮大的 但是就是因为压力大吧 所以能做成这样 我觉得对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就我这一年都在比赛 无尽地在被对比的过程当中 就紧张死人了 但确实这个赛事把人逼得又开始想要赢 张王宁这个没有一百八真的说不过去 应该差的不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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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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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 哇 哦 天啊 啊 啊 什么啊 哦 啊 天呐 对吧 哇他们这场补刀的也很难 那我们好难啊 我真的爱 不过挺好的 没有补刀成功的挺好的 就一八六呗 我们要超过一八六 超过一八六 忽然的说唱 那主要得看她了 所以起码能给她们拉 拉下来四十多分 拉到负本 说这个杨丽怂了是吧 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杨丽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到底有没有喜欢上男人呢 我们也不知道 让我们有请杨丽 杨丽 杨丽 没问题 请看俩 杨丽 一样的风格 大家好 我是杨丽 真的 有个台子确实不错 就是 就终于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终于登上了吐槽大会的舞台 你知道吧 刚刚在后台 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 然后他还跟我说 他说杨丽 你千万不要吐槽我 你知道 我说没关系 张老师 我不会吐槽你呢 因为你不属于我擅长吐槽的领域 我一直就想上吐槽大会 因为这节目多好 不用比赛 但现在你们想到也要比赛了 你们是疯了吗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我脱口秀大会的失败经验 我觉得哈 要想节目效果好 CP必须吵一吵 希望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汪勉 本来都说好的你们前面是疯了吗 就是我也没有办法 我还是依然只能选他 因为这个台上你看一眼 除了他也没有可用之人了 女的我就不说了 男生都有谁 张延祺 你知道吧 人家爱豆 我想跟他吵 他也不想跟我吵啊 爱豆 从场作戏 我今天才知道他想 但我觉得爱豆不好吵CP 然后就是谁 江云生你知道吗 刚刚也说了渣男 我觉得他内心肯定特别希望自己也是个爱豆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塌房 然后他就可以和女生说 我家房子塌了 你有多余的房吗 我想有个家 然后还有谁 就是张绍刚 李淡 我觉得这种已婚的 我就不冒这个险了吧 你们觉得 当然不选张老师 不是因为他已婚啊 所以你看 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就剩王勉了 那句老话怎么说的 矮子里扒矮子 而且我一直就想当公主 所以和王勉在一起 就是我实现公主梦的第一步 我现在离白雪公主 就差六个小矮人了 我让你在那陈卓璇 陈卓璇的 我就是要毁掉你 陈卓璇来自女团 应堂少女303 这个团啊 有点糊 但是没关系 他们非常受男生的欢迎 因为他们都是男生 非常喜欢的球队的名字 胡仁 哦不对 他不是胡仁 胡仁另有其人 江云生 我就一直听他自己说 他是渣男 我刚刚看到他的样子 我觉得他也不配啊 有优秀到这个地步吗 可以骗到人了 而且你是个渣男 你真是个渣男 你还自己到处说 你也太老实了 你就是个老实人 伊丽庆老师 我这场的对手 我真的 我喜欢男人这件事啊 不光男人知道 女人也知道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伊老师主持的节目 他刚刚也说了 很欣赏我 说我在节目上 特别有分寸感 别别别 伊老师 你别欣赏我了 你学学我 就是他主持的节目 我真的特别爱看 太好看了 那个主持风格 我太喜欢了 太飙了 他那都不是提问 他就是借着提问的名义 骂人 就他会直接问嘉宾说 很多人说你 矫情做作假 不真诚虚荣 爱秀整容抄袭不红了 靠老婆没才华 你怎么看呢 说完特别气人 还会这一句 我能这样说吗 你能不能说 你都说了 你讲这种礼貌 还有必要吗 这个就好像 我现在走过去 给张老师一巴掌 然后说 我能这样打您吗 对不起啊 易老师 为了搞笑 说您采访是骂人了 我能这样说吗 雨淇姐 今天的主咖 就是我真的很喜欢 也感谢雨淇姐 因为她一直 从透口秀大会 就陪着我们 尤其是她特别支持我 我太喜欢雨淇姐 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 我上一次见到 这么漂亮的人 还是我刚刚在后台 照镜子的时候 不是 我照镜子的时候 看见雨淇姐了 她从我身后走过去 我还跟她打招呼 我说 嗨你好 雨淇姐 雨淇姐非常自信说 你好啊 很高兴认识你 不对是右手 很高兴认识你 雨淇姐 真的你看太好看了 越看越顺拐 没有 笑你笑 没有 我真的喜欢她 特别是她的自信 就是 上次来 退口秀大会的时候 我们就一个组 我就是她的编剧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很觉得我要负责任 我就想帮她 排一排 哪句话该怎么演 没想到 她立马拒绝我了 她说 你不要教一个影后 怎么表演 好吗 然后我就去网上查 我说雨淇姐 这到底是哪来的影后啊 查半天明白了 未来的影后 会来的 真的 只要你相信 一切美好的事情 都会发生的 我真的是喜欢雨淇姐 包括我也很喜欢 伊丽静老师 我觉得我们女生 就不要互相挑毛病了 对吧 就是她们向我证明 女性也可以很多样 对吧 你可以像雨淇姐一样 美丽天真 也可以像伊丽静老师一样 勇敢犀利 更可以像我一样 二者兼备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我是美丽天真 勇敢犀利的杨丽 好 好 喜欢杨丽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她投票 好 杨丽必须一百九了 我觉得一百九了 一百九了 一百九了 这个太烦了 我上一次教授了 我们都太小绵羊了 我们都太小白兔了 哎呀 又有点悬了 哎呦 我天妈 来 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易老师 我建议你采访一下杨丽 你俩认真地讨论一件事 就是男人到底是不是个好东西 然后你们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 告诉我们一下 好不好 给我们一个准信 可以吗 好 你最近真的喜欢男人了吗 但我不喜欢你 没有 你的表演都结束了 没完了 这个就是脱口秀演员 没有办法 我想到了我就得说 坐坐坐 张老师别急 没事 刚才大家看到的 伊丽静加杨丽 真的叫强强对决 对吧 来 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两队派出了 伊丽静和杨丽之后 他们各自 为自己的队伍 赢得了多少吐槽 热力 我自己其实没想到会笑会这么好 我只能说和这个舞台和整个现场的状态 气氛比较和 杨丽破198 因为伊丽静表现得特别好 几乎一句就有一个梗那种 就开始逐渐紧张 而且任何比赛我发现 我真的是很没出息 就是你只要跟我说是比赛 我就想赢 就不想输 是比赛 依老师 一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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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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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哇 哦 我的天 张大 这个队伍 跟咱们咬得好死啊 183 159 天哪